都说秋天是农作物丰收的季节 每年这个时候呢 我们家都特别爱吃芋头 所以今天就要给大家带来一道 用利谱芋头做的菜 营养又很美味哦 我们先把芋头洗干净 去掉它的外皮 切成细丝 香菇也洗干净 去根 再切成片 再切成细末 尽量要切得细小一点 锅内不用放油 放入切好的香菇末 煸出里面的水分 等香菇的水分变少了 而且香味都出来之后 就倒入一点油 小火把香菇炸至金黄 然后关火 把炸好的香菇末连同油 倒入大碗当中 放入切好的芋头丝备用 用水冲洗一下猪肉的表面 剔除掉猪皮 再用刀切成小块 随后呢就剁成肉糜 将剁好的肉糜放入到大碗当中 加入少许的料酒 一点蚝油 一勺生抽 小半勺的老抽 搅拌均匀 我忘记加盐了 你们记得一定要加油 还可以加一点点葱姜末 肉馅调好之后呢 加一勺淀粉 抓拌均匀 把肉馅搅拌上劲 当然也可以摔打几下 随后就将肉馅放入到芋头丝碗中 用手给它揉匀 把芋头丝和肉馅混合到一起 揪出一点肉馅 用手握一握 给它整成一个丸子的形状 放入到盘中 这就是做好的芋头丸子了 放入蒸锅之内蒸20分钟左右 具体蒸制的时间的话 是需要根据丸子的大小来决定的 蒸好以后取出来 这个芋头丸子就做好了 味道很鲜美 超级好吃